纵观当今的国际关系 我认为西方国家极力煽动价值观的对立 并企图将其与地缘政治上的对立相联系 如果这种情况激化必将带来亚洲的分裂 以及世界的混乱 甚至在长期和平的东亚燃起战火 我们绝不能做事这样的事情发生 11月3号 北京论坛2023在北京举行 日本前首相纠山尤基夫在致辞时一次开篇 指出文明间对话交流的重要性 纠山尤基夫指出 文明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而且文明的和谐才是全人类繁荣的基础 在国际政治形势一片混沌的今天 尤其需要这样对文明的积极态度 这时候最为需要的是有爱思想 有爱是指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帮助 在独立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倡导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 探寻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有爱思想与习主席的这一主张可谓不谋而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伯科娃 指出了大学在文明交流之间的重要性 她在接受中英社采访时指出 大学的功能不是仅仅把年轻人打造成未来的劳动力 更重要的是让生活在全球化世界当中的年轻人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技能 北京大学校长龚崎黄也认为 大学应当保有兼收并需的开放循环 搭建多元文明互建之桥 大学作为不同文明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 应当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 搭建教育科技人才的国际交流综合平台 丰富交流内容 拓展合作渠道 促进各国人民 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真诚交流 为实践文明和谐共存 世界繁荣发展 做出新贡献 今年一来 在马英九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和部门的撮合下 大陆与台湾青年学生之间实现了双线奔赴 马英九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告诉中英社 互访可以加深两岸年轻人之间的了解和认识 因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我觉得这个互访啊 对两岸之间意义非常重大 一来是这个两岸的未来是在年轻人 我们应该让两岸的年轻人更加的认识彼此 更加的了解 像今年的三月 马先生带这个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来 今年七月大陆无所高校到台湾来回访 那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效果 而且显现出年轻人之间是这个浑然天成 融成一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模式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也很希望 这个年轻人之间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这个能够让他们能够尽其所能的来交流 这也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促成的 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 北京论坛创办于2004年 每年举办一届 今年是第二十届 截至目前 已有来自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0多位民流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